大家好,我是您的专业医美顾问小赵 上次跟医生聊天,聊到很多客人都问的 关于抗衰老从多大年龄开始好 有必要20岁之后开始抗衰老吗? 答案是有必要的 20岁以后真的就要注意保养了 20岁开始做的抗衰保养 等到30岁、40岁时 可以很明显的在脸上与同龄人不一样 这就是提前抗衰老的意义所在 医生强调说,等脸上已经很松弛 有了皱纹了再准备抗衰老 已经有些晚了 护肤保养没有早只有太晚 抗衰老也不例外 想要保持少女圆 抗衰老要趁早做才好 其实一般人的肌肤从20岁左右就开始老化 流失胶原蛋白了 而且皮肤中的胶原蛋白含量是逐年下降 到了30岁以后就开始进入流失的高峰期了 所以20岁以后建议定期做一些超生刀热马迪 这些微整项目 一年做一次到两次即可 来预防脸部皮肤的松弛 医生说这些是很关键的 还有一个抗衰项目是脸部埋线 就是线雕 效果自然而且简单 创伤小 恢复期快 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再生 增加皮肤的弹性 提升效果很明显 很受求美者的欢迎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想变美 记得关注我 给我点赞 转发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